接下来我们把他的头部的基本形状先做出来 这样的话头部和头盔进行一个相互的对比 更利于我们对于他形状的一个把控 所以相关联的部位的话 我们基本上要相互关联性的去进行同时的创作 不要太孤立的创作一个部分 那么相关联的部分 可以相互的参照 那么对于我们形状的把控是非常有好处 首先我们调一下他的合理的一个大小 所以他刚才我把这个球形旋转了一下 让他的环形边朝前 这样的话到时候我们做眼睛这个部位的话 就比较方便了 因为他环形的边和他的结构比较吻合 有利于我们后续的深入的进行一个结构的表现 那么总之反复的观察 反复的观察多个角度的去旋转 判断他的一个位置的调整 下一步位置的一个调整 注意是不是约束了 没错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一定要反复的去检查一下师傅当前在约束的模式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需要约束 需要自由的去移动点的位置 顶点的位置 所以有时候我们切换 之前切换的约束的方式的话 会造成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困惑 怎么移动的好像都是偏的 特别对初学者来讲会有这个困惑 就是之前切换到的约束 他忘记了 然后怎么移都不对 然后误认为是一万软件出了bug 然后关掉Max重新打开 所以这个之前也有学生向我反应过这种情况 结果发现自己是在约束的模式下 所以就很尴尬 现在我们切换了Normal的约束 就是发现方向的约束 去移动点点 这样的话可以对于这个表面曲度的一个修改和编辑 也是很有用的 它不会让你的点产生左右的偏移 而是沿着当前它所在这个曲面的发现的方向 去进行一个垂直的移动 所以这很有用 然后再通过边的edge 就是边的约束 约束上边缘的这个顶点 这些约束的方式都是保证我们印表面曲面的平滑度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技巧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再选择模型 再次进入顶点的编辑模式 然后来到软选择 点掉取消掉边的这个距离 然后取消掉的约束 我们把这个部分呢 向外拉伸一点 向外延伸 拉伸一点 扩大它的软选择的范围 这个也是能够保证 我们所编辑的印表面曲面的一个平滑度的一个方法 就是通过软选择的方式去进行 区域性的一个表面顶点位置的一个修改 这样避免产生表面曲平滑度的一个破坏 好再选择删掉那个 我们删掉用参照的一个面 我们通过Summetry的修改器 自动的去进行一个缝合和镜像 那么这个阀值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去应对顶点之间的距离过大 而缝合不了的问题 那么现在就是一个完整的模型 左右对称 是绝地对称 Summetry就是对称镜像 并具备了缝合的功能 我们把它塌陷成可编辑的多边形 然后再次进行编辑 我们把它塌陷的一个完整的目的 是为了把它上半部分的边缘 进行一个再次的编辑 边缘线才能够被选中 那么我们通过缩放的方式按住shift键 键盘的shift键 键盘的shift键 然后通过缩放的方式 拉伸出一个新的结构 然后再通过移动的方式去进行调整 移动边和点的方式进行调整 通过边的约束 改变一下它的厚度 宽度 再选择border就是边缘 取消掉约束 我们再通过缩放同样的如法炮制 再延伸出一个新的厚度出来 好 这样的话就有了一个厚度的一个边缘 再通过 通过ring选择 选择这一圈的边 然后connect 连接 然后通过它的一些参数 调整它的这个新产生的边的位置 我们再通过缩放的话 把这个边 push 我们通过笔刷的方式好了 笔刷的方式更加严谨的去 调整一下这个边的位置 注意笔刷这个时候 我们也是用发现的方向去刷每个顶点的位置 connect 我们再创建一个新的边 创建两条 然后它们的位置分开 ok 再选择顶点 好的 选择顶点 我们 通过发现的约束 去首条 它的这个位置 让它向外延伸一点 这样可以 到后面产生一个 不过这样还比较麻烦 我们还是通过loop的方式 选择这一圈的边 然后通过缩放 这样会更快一些 不过这个缩放的话 就是操作起来稍微 要关掉约束 就操作起来稍微要小心一点 幅度上控制一下 因为它这个向外鼓出的 这个 不是 这个幅度比较微妙 所以这一点控制上 我们要动动脑筋 现在把它往下 对 往里收一点 取消掉刚才的控制 然后 还是把它向外延伸一下 但是延伸的幅度 有一点就可以了 不用太大 缩放 有点可以 再通过移动 通过移动的方式 我们先检查一下 然后通过Smooth 去掉 然后通过Smooth的方式 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 我们再来到顶点的编辑模式 把这个顶点向上移动一下 注意不要约束 检查一下 好 然后 这个曲度 就是头盔的上半部分的这个边缘的形状也很关键 也是决定它整体外貌形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要多注意一下 多注意一下它的外形 然后再选择这些边的我们再进行缩放 注意它的幅度 只要足够清晰明显的表现出这一圈的橡胶边缘 因为它这一圈是胶皮的边缘 橡胶的一个结构 然后镶嵌在这个金属头盔的上边缘这个位置 但是这个橡胶体的话 它是有自身的一个表面的一个结构上的变化的 那么如果我们刚才缩放不能够很精准的实现我们的效果的话 那就不能偷懒了 只能说用运用工匠的精神 每个顶点去进行严谨的一个操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运用到 大家注意看右边 这个normal 约束是用normal的这个方式 约束的方式去进行 顶点位置的一个编辑 右边的这个界面 大家看normal的 现在数在normal的约束 继续编辑这些顶点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保证它的这个胶皮的上边缘 就比较好的一个编辑 我们这是tourring的方式 在为它的橡胶边缘和头盔金属边缘的这个衔接的一个部位 给它更加的明细化 更加的清晰化 就作加了一条边 然后接近于上边缘的这个部分 这样的话它的橡胶边缘和金属的这个 这间衔接的这个结构 我给它清晰一点 那么再选择这个border 下边缘这个位置 我们通过缩放的方式 注意取消在刚才的约束 通过缩放的方式按住shift键 键盘的shift键 通过鼠标的操作 然后拉伸出一个新的边缘 一个厚度的一个边缘 然后再往上 通过shift键 通过移动 拉伸出一个新的边 然后通过缩放的话 缩放的方式 把它进行一个编辑 那这样的话内部的一个厚度 内层 头盔的内层就很快就表现出来了 接着我们就通过顶点的编辑 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塑造 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单向轴的一个缩放 来把它放宽 然后再放大一些 整体放大一些 好 那么这只内边缘的内胆 内边缘内层 我们就通过边 通过它的边 然后按住shift键 通过移动和缩放配合的方式 延伸出新的结构 这样内部的内边 就是内部的面就塑造出来了 然后这个头盔就具有了足够的一个合理的厚度 好 然后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改 选择这一圈的边 看一下这个结构怎么去表现 很多时候要思考一下 这个部位是往下来一点 往下来一点 注意它的曲度 要尽量的 在我们在每一次增加新的结构的时候的话呢 就要时刻要注意它的基本形状 不要被破坏 我们把这个边进行倒角的一个操作 注意它的倒角的一个厚度 可能它的布线我们要修改一下 因为尽量避免三角形面 三边面或者多边面的产生 我们尽量用四边面去表现物体的结构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特别是对于生物类模型 四边面在后期蒙皮绑定的时候 就不会产生破面和拉生的情况 那么有些软件比如说Modbox 也是要求我们的几何体的表面 也基本上满足都是四边面的一个要求 那么这样对于绘制贴图纹理的话也是很有利的 所以这规范操作来讲 我们还是尽量的满足四边面的一个要求 刚才这种方式不太好 对于这个结构的表现不太好 大家注意观看老师是怎么样选择不同的方式 选择不同的方式去优化表面的结构 所以在观看我们的教学过程的时候 那么对于老师所采用方法的一个总结 这个能力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在大量的操作的信息里边 一定要对于筛选和记忆有用的信息 那么现在的话我是要对它的表面的布线 进行重新的一个优化 使它满足四边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则要求 那么这边我们先展示不用管 这边到时候可能还是要通过镜像 这个方式直接把我们修改好的结果 进行到左边来 好 先把它删除 然后通过镜像的方式 注意镜像是reference 参照镜像 参照镜像 这样的话我们为镜像出来的物体增加平滑的话 就不会同时对我们的低膜进行平滑 对我们正在进行操作的这个模型进行平滑 保持它的低面数 Bertex进行修改 拉进来 注意内部结构 虽然内部结构 我们通过里边的头部的物体 已经遮挡住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保持它的一个严谨性 不要太随便了 好的 注意从多个角度观察它每个面的这个形状 滚穿每个面的形状 它的外形轮廓 还有表面都很重要 所以没有也其实除了我们所展示出来的这些技巧之外 那么没有更重要的 但是又无法用言语去教会你们的就是观察的能力 我们要在建模的时候要练就一双火眼睛睛 这才是最关键的 那些技巧即使学一遍就会了 那么对于外形 角色外形的把控结构的抓取和把握 以及表现能力 这点才是作为模型表现来讲是最为关键的东西 那比如说对于点的缝合 点的塌陷 比如说我们刚才用的collapse 把两个点塌陷到一起 这些技巧都是一学就会的 还有布线 那这些都是不难学的 我们现在通过cut的方式在外边缘新创建一个编出来 先切一个新的编出来 通过face的约束 这样可以表面 这样可以让表面的曲度不受破坏 点的移动遵循他所在的面的一个曲度和方向 age 我们把这个多余的边删除掉 然后把这两个边进行连接 把这个边删除掉 那么删除的方式都是配合键盘的out键 然后鼠标的右键 在弹出菜单里面选择remove 删除命令就可以了 这样删除的话就可以连 连同中间的顶点都删除掉 这是快捷的方式 我们圈选这一圈的边 然后取消掉 我们还是通过cut的方式 切线的方式 强行的 比较强势的 进行布线 进行布线的一个调整和修改 cut还是cut 通过cut的方式 把边缘进行一个强化 当然产生了一些新的一些布线 就是不合理的布线 我们就通过 out键配合锁的右键弹出 进行删除边的操作 然后再通过cut 这个边删除掉 删除掉 好的 这两个点我们通过塌陷 不用塌陷 我们这移过来就好 注意移动这些定点的时候 要用face的 就是面的约束 删掉 把这个多余的边 这样保证我们的 基本上 保证我们的都是四边形的面 好的 再仔细观察一下 最关键的就是耳朵的 类似于耳朵的 上外突出的这个部位 头盔的这个部位 和头盔主体的一个 衔接关系的表现 这个是 头盔建模里面的 比较难的一部分 表面要干净 曲面要平滑 然后衔接的这个衔接处呢 要清晰 这些都是我们表现这个结构的难点 也是重点 我们再通过强行的这个cut 就是切线的方式进行布线的修改 这个地方有一个三角面 多了一个三角面 通过cut的方式 在这里进行修改 对 往这边延伸出来 然后把刚才那个 那个边给它删除掉 OK 把这个边删除掉 通过顶点 把它修改一下它的 注意取消约束 对 修改一下它的边 OK 那通过cut的剪切方式 去进行布线的一个调整 是非常高效的 非常强势的 直接一条新边拉出来 然后把旧边删除掉 然后通过边的约束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对 往外拉一点 好 再进行多角度的一个操作 保证它的曲面的平滑性 这些非常重要 好的 我们在多角度进行检查观察 那么多角度的检查观察 在整个建模过程当中 一定要贯穿始终 那么这也是训练和培养我们观察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绝对不能偷懒 选择这些顶点 我先拉一些 注意它的整个外边缘的一个曲度的一个统一和平滑 这些都是表现硬表面结构的非常关键的技术 和意识 我觉得意识比技术更重要 就是人的意识最重要 意识它决定技术的运用 没有这个意识的话 你就算有这个技术也不知道去用它 所以这就是最关键 用Normal的方式去进行一个调整 现在通过编的约束 变得约束 在调整印表面的顶点的时候 始终要关注的就是不要破坏它曲面的一个平滑度 这个是始终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修改它的外形轮廓 去达到我们满足满意的一个一个效果 整个曲度外轮廓的 从各个角度看的外轮廓曲度的一个完美 这是我们力求达到的 在进行顶点调节的时候 无非就是要实现这些效果 好 反复的观察调整 再通过倒角的方式把这个尖角给它倒角一下 这个厚度出来 然后我们再进行重新的一个布线的一个调整 这一点也是一个小的一个难点 这个 这个 Cut 我Cut的方式 我们再把它切除两颗变出来 把中间这些变给它删除掉 OK 然后这边同样的 我们把这边进行一个布线的一个调整 那么 布线的调整的话 满足两个效果 一个就是 形状的一个改变 另外一个就是要满足四边形的一个要求 尽量不要产生避免 尽量避免这个三角面的或者是多边形的一个问题 好 这样 我们看这里还是多边形的 12 1345 五边 五边面 一个五边面 我们在这 我们新增下一个一条边 然后 然后 手动调整一下 它的位置 我们全选这些点 看能不能一次性的去移动 它的这个位置 好 它是手动的去把握它的外形轮廓 很多 这些对于训练基本功德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好的一个训练 非常有用的一个训练 保持它外边缘的一个弧度 基本的一个弧度 我们再调整一下往外面 把它的这个 圆形表现出来 接近圆形的一个弧度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修改 通过Cut 方式 这里多切一条边缘出来 我们再 删除掉 把这些面的删除掉 删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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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 删除这些边的话 这个尖角的部分 还是有一个三角面的存在 在这里我们先把内边 先加一条边 硬化一下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需要把它调整一下 它的 部线 直接过来 把这条边删掉 OK 然后把它孤立显示 孤立显示 通过孤立显示的模式 这显示 当前编辑的这个模型 不会被别的模型阻挡 影响我们的视线 好 再取消孤立显示 看一下 通过 左边的这个平滑的模型 看一下基本编辑的一个效果 以及我们需要进一步修改的一个部分 在这里应该通过 其实我们手跳也是可以 那只要基本功过硬 不用边的约束 或者是面的约束 也可以保证表面的曲度 的一个相对平滑 要注意不要选择多余的顶点 各个角度 满足曲面的一个平滑度 现在可以通过边的约束 去辅助一下 然后 脑膜 发现方向 各种约束配合去使用 来提高我们操作的效率 和精准度 好 因为我们的这个参考图 或者概念设计 只有一个角度 所以这就是对于我们 对于空间的一个把控 空间结构的一个把控 要更加准确 它不同于有四个角度的概念图 它只有一个角度 立体角度概念图 这一点对于模型式的空间把控能力 空间感要求就很高 我们需要再增进缩放一下 注意我们缩放的时候 最好是通过顶点的方式 进行缩放模型 而不要在它的最高层级 缩放整个的模型结合体 这个操作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牵涉了我们后期绑定的一些问题 有可能会产生一个不规则的变形 类似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通过顶点的方式 去编辑它的形状 包括大小 而不要整体 而不要缩放它的几何体 所以这点也是操作上注意的 一个小的细节 现在还是通过软选择的方式 去尽量保护它的 之前编辑的一个表面曲度的平化 在这个技术上去改变它的比例 还有它的外形的一个长宽的一个形状特征 我们可以利用编具的一个发指 去控制它软选择的一个影响的衰减范围 反复细致的一个操作是非常必要的 很耐心 这就是所谓其实 所谓的一种工匠精神 就是不厌其烦的很耐心的 它对细节进行调控 从细节上 从微小的幅度上去控制 它的任何的细节 从微小的幅度上去控制整体的效果 不放过任何的细节 工匠精神其实 对于我们的CG动画的行业 是由于为重要的 也是比较匮乏的 因为当前的商业氛围太浓 很多太过功利化 急于求成 所以很多作品出自然造也不奇怪 其实美国的动画之所以卖出 就是因为它每部作品 就是非常精益求精的一个 工匠的态度去做出来 所以观众就会买账 所以永远不要抱怨说 国内的动画市场疲软 其实美国的电影就充分的说明这一点 我们现在用到了Sphereify 就是球形的一个修改器 那么我想用它来去 规则一下表面的一个弧度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我们还是通过笔刷的方式 去进行一个手动调节 有些时候是省不了功夫的 就没办法偷懒的 你必须要老老实实的 一点一点的去调整 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那么未来最终的效果的话 你要抱着一种 不管怎么样都值得的一种态度 只要效果好 那么就算是麻烦一点 或者说辛苦一点 也是值得的 这都是一种工匠的精神 你不要投机取巧 有些东西是省不了的 也没有其他的方法 帮助你去快速的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就要踏踏实实的 一步一步的去把它完成 那么对于顶点的调节 就非常行 非常这个 这个形象表现了这一点 表现了这个道理 说明了这个道理 就是有些顶点 必须一点点的拉 没有什么其他快捷的方法 对模型的创造 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 那么其实动画的每一个环节 都是一样的 包括从模型环节 到材质贴图的绘制制作 到绑定 然后到动画表演 你都需要一个极其耐心的一个心态 还有职业素养 才能够保证你的作品的质量和档次 我们现在通过编的约束的话呢 去调整一下这个外边缘 这些顶点的一个位置 好再仔细观察一下 再通过顶点的模式 想清楚再去下手 想清楚下一步调整的目的 通过Normal的方式 把这个边缘 向外凸一些 有一个相对的弧度 外边缘有一个相对的弧度 注意每一个顶点都调整一下 纯手工的打造 所以纯手工为什么贵 为什么值钱有价值 就是因为它更细 比机器做的要细的多 那所谓机器做的 就是好比一些取巧的批量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的话呢 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替代 手动的一点点调的 有些地方必须要这样去做 才能够确保它的精确度和精细度 那些精细的结构细小的环节都需要这样去做 没有取巧的捷径可走 好 再到平滑的模式看一下 检查一些效果 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修改 反复的检查 反复的修改 完善 然后再进入到下一个 更深入的一个结构的表现 增加新的部线等等 所以这个都急不得 必须要一步一步 一个脚印一个脚的 踩扎实了 才能往前走 有些表面的曲度 还是存在一些瑕疵 这个不要紧 我们找到问题以后呢 耐心的通过顶点的这个修改 去完善它的表面的一个平滑度 我们先把这个面给它取消掉 删除掉 删除掉 然后OK 我们要取消掉忽视背面的一个命令 然后这样的话 才能选择背面进行删除 删除好以后 我们再进行一个 加载这个Summitry的修改器 然后通过平滑 我们看现在表面的平滑度呢 较之前的就好很多 因为我们刚才编辑了右 右边的这个D模的表面 然后把它现在进向到左边来 所以整体的弧度好很多 好 我们再加一条边 然后在这里的话 把这个地方进行优化 部线的结构进行优化 我们把中间这个out 鼠标左键删除 remove 然后注意把这个 后边这些 点错了 这些边连接起来 因为内部的内胆的结构 内部的面呢 它被头遮住了 所以 部线的疏密程度 也就是线线之间的距离 也没必要太过严谨 它已经被遮挡住了 完全看不到了 我们看现在 头盔两边的耳朵的结构 就突出了这些结构 和头盔本身的 这个衔接的边缘线 就很清晰了 那个结构交代就很清楚 结构交代就比较清楚 再往下拉一些 再往下拉一些 至于多个角度观察 不要 不要丝板的 只在一个角度去观察 一定要切记 犯这个问题和错误 感谢您